就是藝鴻米 養百種人 對 每種人他對於事情的反應都不一樣 對不對 你像一般來講 很多觀眾在進行那種感應的時候 只要蛛絲馬跡 甚至沒有任何的情況 他都可以自己嚇自己 自己搞得那種很慌張 對 他很厲害耶 扫把吊他都沒感覺 對…出來以後還神色很弱的樣子 就是扫把吊啦 姐姐說就是那個門開啦 有點雜音這樣 這兩個姐妹果然有同樣的地方了 其實因為他們是我們的 很忠實很忠實的觀眾 那我覺得很多我們的觀眾都會被教育 就變得跟我們 其實跟我們好像有點… 有時候看我們的節目 就覺得好像親身去經歷 所以他們就會變得比較勇敢 而且就是有備而來的意思 對… 所以你們平常… 平常膽子就滿大的 還好吧 這個時候又像雙胞胎啦 可是我看你在外面的時候 你並沒有什麼太多的害怕 因為… 就是那個掃把洞 我想說我有沒有要叫的 可是我想說掃把洞應該沒有什麼 我就等啊 你想要等什麼呢 為什麼… 為什麼…有什麼發生啊 你知道 不是還有一個門關起來嗎 嗯… 這位小姐當然我現在才知道呢 她… 一直到現在來錄影 隔了一段時間 你看她的影片 你才知道有那個門 對啊 被動 她現場不知道 那你其實那時候掃把倒下來的時候 你心裡真的不怕嗎 我有聽到這樣一聲的 她心外抖了一下 然後就是… 太抖了一下 來不及去叫 我有看到掃把他在動 那你是知道門… 後面門有動 知道啊 我一直在猶豫到底要不要轉 然後… 轉頭是不是 對啊 然後我就想說不要等人多 就是有那個來的時候 我在叫啊 有…有那個來 你說等… 靈界的朋友如果在靠近的時候在叫 老師 到底靈界的朋友跟他們兩個 是進行其實什麼樣子的溝通 靈界的朋友基礎上來講是… 因為這個靈界的朋友本身是一個自殺的地副靈 所以他本身的化碧之間的那種觀念非常重 因為他們兩位雙胞胎的體質非常特殊 一般來講我們雙胞胎的時候 一個會成陽性化育 一個成為陽性化育 譬如說他的印會朝兩個框框上去跑 那他們雙胞胎的系統是屬於同陽性化育 所以這種來講就是當時的胎神非常旺 到年紀他們很好的時候 他們胎神還是在他們身上 胎神很旺 對… 就是以後懷孕各方面就是… 比較不容易… 很安全很順利 很順利 原來是這樣子的情況 對…所以他們這種胎神來講 在地護嶺來講 本身這種感應是會做一種很簡單的一種警告作用 並不會有攻擊性 好…接下來我們真的不知道工作人員 要把這個下個地點安排在哪裡 不過呢… 他們竟然要求我們要這樣子準備萬全才能過去 就表示下個地方是真的很恐怖 那你看喔…除了這個我們觀眾手上要拿這個之外呢 我們還要帶一大堆紙錢過去 老師我們這樣子過去沒問題嗎 沒問題… 沒問題齁… 好來…跟著老師…跟著我…一定不會有問題 製作單位發現這一次的靈動現象非常的猛烈 當下決定將感應地點移到疑似自殺地點的宿舍 來…就在這邊滑滾上面 然後現在我們這個…要先承射一下才能進行感應 對感應真的是十分小心 所以我不知道他會發生什麼狀況 是一路像你這樣子練練油 等到我們工作人員承射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我們現在的生存感應 那這個畫面才打開沒多久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畫面這邊 只有很多東西在跑對不對 一直這樣子飛來飛去的 那他一個人坐在那個…就是… 你看…你看… 奇怪吧… 就只有這間特別奇怪 你看…很多… 有…有親的女孩… 看…有沒有… 飄來飄去的有沒有… 到前面… 跑來跑去的… 對…好多…在他後面… 飛蟲應該是免用大隻… 而且飛蟲不會飛到一半突然消失… 不會看到… 不會看到… 好奇怪… 來感應的超膽觀眾們 也會和尖兵有同樣激烈的感應嗎? 對… 你都招手了… 才是第一個觀眾招手耶… 來… 來… 好… 好… 我看你全身也在發抖吧 好僵硬喔 發生什麼事要告訴我們 就是工作人員走了之後 整個右手邊後面 就有一堆腳步聲 而且越走越近 然後全身從腳底一直量 量到整個手檔 請您留心畫面左方的靈動現象 在放大畫面中 您可以更清楚地觀察到靈體的活動方式 同時可以發現靈體的反應雜亂眾多 好 來 坐在這裡 好 各位觀眾我可以看到這面 小方她實在是非常的緊張喔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個上面的這個紙錢 這是我們剛才堆的 我們剛才放的那個東西 你看 她在整個人這樣左看右看 等一下 等一下 佛祖童 我想她應該不知道 因為她愛了 天啊 她自己真的都不知道耶 而且那個佛祖如果說 這應該不是風吹的 因為這邊有那個沙 如果說風吹的話 這邊應該也會動 所以這個佛祖動 動得十分奇怪 用來跟靈界朋友溝通的佛祖竟然動了 是當地的靈界朋友接受外警隊了嗎 還是含有一種警告的意味呢 她沒什麼感覺 我真的看不到 讓你 讓你 扯出 是否除了 哎唷 不見了 否除了扯下來打到哪裡 飛到哪裡 有看到嗎 啊 子前飛走了 欸 你看 子前飛起來了 哎呦 怎麼辦啊 小方 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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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小芳 小芳 小芳來了 我現在這個地方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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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怎麼了 小芳 你有看到什麼嗎 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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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阿翰講的一樣 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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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竟然摔了下来 这会不会是灵界朋友发怒了呢 现在请您将胶点放在制作单位所准备的名纸上 摔下的佛珠好像是在暗示着破碎的誓言 紧接着制作单位所供奉的名纸 也好像是被猛烈拉扯般的被拉出 是曾经因为缺钱而自杀身亡的负责人家庭 接受了制作单位的心理吗 还是认为制作单位准备的其实不够 要给制作单位一个小小的警告呢 超级胆小的超胆观众 这几度愤怒的名纸朋友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 请继续收看下段精彩节目